快来了 经济日报科创版即将到来 希望能够吸引腾讯阿里这样的巨型企业加入 另外的就是科创版 它是不同权 包括亏损的企业可以加入 它的条件相对来说放的比较宽 也希望有的企业可以在这个板块上市 这是来自于信报 那么李克强出大力 清偿民企的债务 另外也希望对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力争清零 毕竟快到春节了 来自于文汇报 那么中国大陆的太阳能补贴取消 而且现在整个太阳能业的产能过剩 所以需要进行整合 这是来自于台湾的旺报 中国一月官方制造业PMI高于一期 但仍然连续第二个月低于枯荣期 这表明中国的工业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是来自于华尔街建文 还有就是日企在华招聘人数持续减少 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 另外福特在华合资企业的销量下滑54% 当然也是有其必然的原因 中华数据